95 新快報 移動轉售試點陷坤局虛擬運營商門橫造不造廉宇 這是個問題,2015年7月27日賺錢周刊圈指 B.14正至輝煌雲淘淘上週 公信部發言人在總結上半年度工作的新聞發布會上 再次明確了對運營商提速乾費工作的具體要求 但對去年一度如火如逃的虛擬運營試點 只有簡單的一句 繼續做好移動通訊轉售業務對民營企業開放視點 和寬大接入市場引入民營資本工作 通過競爭促進支揮水平持續下降和服務質量不斷提升 實際上,連日來不斷傳出唱衰虛擬運營商 的聲音 只出現有的42家移動轉售企業不但半數企業未增放耗 不少還或停或轉或賣 以放耗的也不斷爆出批靈到掛 可批席低 尼網率高等新老問題 這般百病前身的年雨 還能指望他們來激活整個移動通訊市場 速進提速光廢馬新快步機者鄭自揮移動通訊轉售 是快速增長還是貧死 實際上,對於整個移動通訊轉售是點計劃 走到今時今日,算是成功還是失敗 最快速增長還是貧臨死亡 觀點兩極分化 有趣的是,不管看好的還是唱衰的 理據都市工信部最新公布的一些行業數據 根據工信部數據 已有26家民營移動轉售企業正式放耗 累計發展用戶超過820萬戶 至2014年5月第一家轉售企業放耗以來 全國移動轉售用戶數從第一個月發展不到10萬增加 到目前單月用戶增長均超過100萬 今年1至5月,移動轉售用戶佔總體市場正增份額達41% 看好者認為,這些數據足以證明 移動轉售行業正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 暢需者則認為,仔細推敲這些數據 就會發現事實更好相反 同樣是根據工信部數據 我國全部移動用戶數現接近13億820萬的虛商用戶佔比不足1% 而在去年上半年,虛商業人士還增下出 2015年全部虛商用戶可能達到5千萬 此外,在已放耗的企業中也分化嚴重 據了解,截至2015年5月 單窩牛移動一家的用戶數就達到200萬 佔虛商總用戶數的四分之一 用戶50萬至100萬的有三家 外思德、蘇寧互聯、郭美傑力信 用戶30萬至50萬的有四家 用戶20萬至30萬的有一家 用戶10萬至20萬的有二家 這些數據也證明,如下的十多家 虛商企業業務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儘管如此,虛商產業聯盟 秘書長周學勇堅持認為,僅僅一年多 虛商能發展這樣的用戶數 還是頗為理想的、然而 擺在這些虛商企業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 虛意運營試點結束時間是今年年底 試點結束之後,發展不佳的轉售企業 將會被工信部吊銷企業務牌照及沒收 八金、違約金、打仗由的走料剩下的就是精英 工信部通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許立東表示 移動轉售企業業務出現分化很正常 從全球來看,移動虛商市場最終趨於集中 優勝劣態是正常趨勢 我國移動通訊市場容量較大且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四十二家、發牌、企業也並不多 一些業內人士也附和說 經過一年多的市場洗禮、打仗由的走料 剩下的都是精英 更何況,在互聯網家的大背景下 加上4G移動轉售全面開 虛商的未來仍然值得期待 只不過,剩下的真的就都是精英嘛 蝸牛移動號稱擁有超過二百萬一百七十號用戶 這一數字中水分有多少 質疑星從未增斷過 今年五月又傳出有五位總監級別以上高層先後離職 他們大多是其從通訊圈滑過去的 據某行業人士分析 當初試看好通訊與遊戲融合才進入 結果現實發現走不通 遊戲圈子不會因為免費通訊而換號 人家一個道具甚至相當於一年通訊費 類似的以自身優勢嘗試猜疑發創新失敗的 還有巴士在線和京東 巴士在線當初也希望能夠將 跟公家Wi-Fi 的白與巴士在線媒體業務融合 由於公家Wi-Fi推進遲緩的用戶 換號率不高 最近又轉做在線理材料 京通則主打用戶只要持續電商消費 就能獲得日常生活所需的通話時長和流量 但從通訊專家項立光的實際使用體驗 卻發現現實生活不是這魔回事 一是每個月不可能都去消費一千元 二是京通在價格方面沒有任何優勢 除此之外,今年上半年還爆出了不少出負業界預料的奇怪問題 譬如,前段時間,公信部對虛擬運營商進行了實名制登記的監訊調查 結果違規率警告達百分之百,虛擬非實名登記現象泛濫 很大原因在於虛擬渠道養家,盲目追求用戶數量 其次,公信部還發現,業內出現越來越多而虛擬號碼名而發出的垃圾短信和電話 170號碼逐漸淪為垃圾電話、垃圾短信的雜山地 甚至影響到了基礎運營商的運營 如果說養家只是擾亂了通訊行業市場秩序,非實名制和克卡現象 在產業聯盟秘書長周學勇看內 則是虛擬運營的一個致命問題,年底大考前的最後衝刺 垂圾年底試點期滿的生死大限逐步迫近 不少虛擬企業在最後衝刺階段法力的意圖 還是相當明顯的,指示這些企業的差異化新招環末出手已經有葬橋了 《窩牛移動》更日宣布推出國際免卡,進軍國際通訊領域 目標用戶是兩大類人群,一是中國人到海外的出行或商務通訊服務 二是為到中國來的海外用戶提供本地化服務 但此前已有廣州263和連連科技推出過這種針對境外移動上網業務的產品 彭博士在獲得韓國虛擬運營雙牌照後,也推出了首款付韓旅遊通訊產品 朋友的韓國手機加 另外,即便是沒有獲得虛擬雙牌照的企業也能做 比如華為的天際通,這類產品炸一看之費很吸引人 但不少人一想到要把自己常用的SIM卡換出來就覺得很麻煩 而且類似的國外手機卡,在淘寶上隨處可見 此外,《窩牛移動》近期還推出百萬用戶心計劃,升級售後服務體系 其正在組建的國內最大的轉售業務客服中心 將提供全天候人工應答,48小時內及時處理客戶投訴 天音通訊計劃在14個省份新增28個轉售試點城市 另外,將與新萬宏原政權、古利多聯合推出瓜介融合項目 股神加涉作互聯網加金融,後續還將整合打包股民保會員服務 與通訊服務170卡流量。 蘇寧通訊近日宣布推出中國聯通虛擬運營商4G業務 成為首家集三大運營商為一體的全4G運營的虛擬運營商 根據此前的業界傳言,據說公信部監管虛擬企業主要看是否合法經營 而對於企業用戶量無明確規定,如果虛商以建系統和克服平台 周不再推市之力,早在移動轉售試點發牌之時 周鶴勇就針對記者表示,虛商不能做刺激基礎運營商降價的言語 而是幫助拉動運營商業務的好基友,否則其自身價值傳移 入前,周鶴勇再次表示,虛商需要做的不僅是打破傳統的資費套餐概念 更重要的是把通訊服務與自身主業相結合,找到虛擬運營的多種可能 在不同的細分領域構成一個個移動虛擬世界的生態鏈閉環 那麼問題來了,公信部最新指導意見 還是希望參與移動通訊試點的民企們發揮連雨的作用 促進通訊市場之廢下降和改善服務 這幾十家環在虎虎探索差異化路子的虛商們,你們事做還是不做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